歡迎收看大人畫之中國大陸透過大閱兵除了展現他壯盛的軍榮之外 也再次證明了左右天氣的能力 在閱兵結束之後藍天就在一天的時間之內就變成了常態灰 那麼我們今天邀請到中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的教授曾鴻良 曾老師來跟大家談談 各位觀眾 主持人 大家好 老師跟大家說一說這個閱兵籃 奧運籃 埃牌克籃 就是證明它的污染很嚴重 只要把工廠停了就可以解決 還是它真的可以人定藍天的力量超厲害 的確上來講它兩者都是 因為第一個你要藍天就要沒有污染 所以關掉它的確就沒有污染的再增加 可是原先的污染怎麼辦 你還是要想辦法清掉 當這兩個條件同時成立的時候 那你就會再現藍天 所以其實它不是左右天氣 而是把它現在的那種污染源把它排除掉嘛 就排除人類造成的污染 而不是說去影響老天也要給你藍天這件事情 它只能局部的影響 它沒有辦法長期的影響 所以你只能短暫說看一下藍天 長期間的話你是完全做不到 因為終究那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老師只要污染還在的話 藍天就很難 是的 那再來一個就是像這個我們講月賓籃 你自己預布它們大概要關30天才有辦法大家看的一天的藍天 實際上我不知道它要關多少天 不過至少從過去不管Apel籃或者所謂奧運籃 或者是一個到這一次的月賓籃 實際上來講他們的工廠 實際上來講關閉時間都蠻長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你必要的一個手段 先把污染源給阻斷掉 阻斷掉以後呢 它還必須靠著這一段時間 可能是一個月兩個月 這段時間剛好有很好的天氣的這種條件 能夠把原先的這些污染物 把它從空中把它消除掉 或者即使它可以看到到藍天 那個藍天可能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那麼藍的藍天 只是相對過去裡面來講 它不再灰 老師之前那個紀錄片 穹頂之下有提到石家莊 一年365天還有260幾天都是 我們講霧霾天 那是這一塊是第一個 真的是工廠多 還是再來一個就是特殊地形 對特殊地形 有人還怪到那個太行山 太行山的地形 山脈去 實際上來講就是說 當你要在那個地方有那麼多的霧霾 它第一個我們不能火刃 它一定有它的地理條件 這地理條件也就是說 它在那個地方天氣系統 在那個地方 它就是比較不容易移動 它比較容易在那個地方 污染物就累積在那裡 就不能對流嗎 還是吹散 對不能對流 它就有風起來的時候 它才有可能把它吹散 對它才可能散掉 或者你下雨的時候 那實際上來講 如果你回歸到台灣 台灣也有一個例子 就是南投 南投 我們知道在台灣 我們知道南投是好山好水 對啊 可是當那個地方也沒工廠 那些都是綠地 可是那個地方污染 有時候也不輕喔 那就什麼 你只要污染物一進去 那個地方的環境 它就不利於你把這些污染的空氣 往上來把它輸送出去 它就累積在這裡 這是人為的 造成的污染 那可是在比方說成都 我們以前都講說 鼠犬廢日 因為那個地方 太少看到太陽了 所以狗看到太陽 都會旺旺叫 那現在還是這樣子嗎 現在它還是算 中國大陸最陰域的城市嗎 在成都 實際上來講 那個地方也是地形 因為那個附近 實際上是有兩個江 一個長江 一個嘉陵江 那那個地方 因為有這兩個江 所以它就提供了一個非常豐富的水氣 好 那你到了那個水氣上來以後呢 那你只要你的這個溫度稍微一下降 它就很容易起霧 就跟霧都 所以它號稱霧都 那倫敦是我們所熟悉的霧都 可是倫敦的霧都 以前是因為買都 對 它過去是買啦 但同樣的 其實倫敦即使不燃燒煤 它本來那個地方就容易起霧 那因為它的地形 但是如果跟成都比起來 那倫敦真的是小屋見大屋 因為那個地方 的確它的地形條件 它就是你水氣上來以後 它上面的這個大氣的條件 也不利於它擴散 所以它非常穩定 所以它很容易就在那個凌結 變成是塵霧 所以有時候我們有時候會笑說 你要看雲海 還要跑多遠 那個地方看 到處都是雲 老師說到這個霧 我在重慶的時候就發現 小時候父母親都會講 就早上如果有霧的話 是 太陽一出來 它就會消失了 那個就叫做霧 對 那我在重慶就發現到說 你到了中午的時候 太陽都已經看到 它還是灰茫茫的 所以它應該是買才對 它就是買 它就是買 因為如果是早上那種霧 基本上在大氣條件裡面 就是它很穩定 那就是它幾乎不動 那你太陽一出來以後呢 就會把那些水氣給蒸發掉 它不見了 所以你就恢復原來的樣子 那結果呢 太陽出來它不會蒸發 那代表什麼 那個東西不是水氣 它是一些固態的 懸浮為力 所以你看起來就霧蠻茫的 所以這個裡面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去看它的區別 也就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一般來講 霧大概都是水氣的成分高 那霧基本上它是 乾燥的這種固態為主 所以太陽出來 實際上來講 它不太受太大的干擾 就沙塵就對了 它不能算霧都算霧都 它現在真的是有點難了 早期真的是叫霧都 可是隨著工業的發展 實際上來講 霧跟霾 實際上都已經擺在一起了 但基本上 我們應該還是稱它叫做霾 因為只是它看起來 它的結果跟霧一樣 那實際上它的整個成分 或它發生的這個條件 或者它產生的影響 都是霾的影響 那以那種氣候變異啊 我們都說不斷 各地不斷在出現 各種極端的氣候 那像這種改變沒有 讓這些所謂的霧都 霧都形成不一樣的 那種氣候風貌嗎 還沒有改變到那裡 這種風貌 實際上來講 就是說 你說它會 對於整個城市的發展 會有什麼樣的東西影響 實際上它是一個非常 長期的影響 就是說 你對這個區域裡面 它的一個生活環境 或生活條件 或健康 它的確會受到相當大的干擾 那在這個干擾的這個過程裡面 實際上來講 人一個最大的本能就是反思 所以我們會回過頭來想 我需要這樣的環境在生活嗎 所以我們就會想辦法去改善它 所以有可能就是說 當嚴重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實際上來講 我們可能會一個反轉的一個機制在 讓這樣的一個方式 慢慢的消除 或者作為其他城市 它的一個接近 我們不要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重蹈覆責 這個可能是 就是說我們要看 我們要用樂觀的角度 去看待這個問題 還是從一個悲觀的角度 如果從悲觀的角度 我們知道當你變成 有一個霧度變成埋都的話 那你的世界可能會越來越灰暗 老師再來提到這個拉薩 它這麼高 那它的氣候特徵就是陽光很大 可是它好像又很容易下雨 那如果拉薩這邊也搞工業的話 它可能會變成埋都嗎 拉薩現在是 像算是陽光之城 日光之城 因為它日照時間非常長 太陽公公特別認真 每天工作八個小時 這個東西 說實在是蠻有趣的 如果按它現有的條件 在討論上面 我們就會看到說 第一個 你剛才提到夜雨非常多 那它夜雨大部分都在夏天 它大概有80% 晚上會下雨 那剛才我們提到 如果你有下雨 就會把污染除掉 對 所以 它可以洗進那個空氣當中的 那這個東西 就會讓我們誤解到說 反正你很容易下雨 我工廠爬完再多 你都會回來嘛 對 可是不要忘了 它只有夏季 那其他季節怎麼辦 對 好 那還有那個污染物回到地面以後呢 對不起 那個東西不會消失不見 它只是從空中回到地面 變成河川 變成河川 那我們污染還在 所以我們永遠不需要有這件事情的發生 好 所以即使是拉薩 這麼高的日照 這麼多的夜雨存在 它也不太適合說有很大的工廠存在 那也不要忘了 拉薩即使是夜雨多 它的年降雨量也才500個mm左右 也就是說可能抵不過台灣的一個台風的降水 可以說現在在改變的 不只是晴天雨天陰天這種氣候形態 就連溫度也都在改變當中 廣告之後我們再回來繼續聊 一陣大雨過後 街道怎麼都淹起了水 你沒有看錯 這裡是中國大陸的首善之區北京市 都市變成了汪洋一片 這裡是中國大陸的經濟中心上海 同樣面臨了大雨襲擊 就浸泡在水中的窘境 虹橋機場還一度空港變成了海港 網友就調侃了 在自家門口便能抓魚 划船 看海 看海一詞 也成了城市的新景象 再往南邊走 浙江 福建 許多城市逢雨避煙的情節屢屢上演 天災難測 民眾的生命財產飽受威脅 劇烈天氣變化 已成為中國大陸 要面對的嚴峻挑戰 越冰南最神奇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結束之後 他隔天馬上可以回到常泰輝 然後開始下暴雨 老師在暑假的時候 我發現到北京好像常常都會 在下午的時候都會有暴雨 他這個誠音是在哪裡 實際上來講 跟我們午後的這個鎮雨 實際上原因都很接近 一樣是午後雷鎮雨嗎 夏天熱對流作用 對 它熱對流的一個作用 它比較容易形成 但是北京的這個雷鎮雨剛才在影片中提到說 北京的暴雨 那可能對於台灣的觀眾裡面來講 那可能就不一樣的情況 因為這個兩邊的暴雨 它的這個標準是不太一樣的 以我自己的經驗裡面來看 當有一次我到北京去 那就突然下了一場 還不算小的雨 可是對於台灣來講 它就下了這麼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我就開始發覺到說 奇怪 你那個馬路上已經淹了 開始積水 積水就出來了 我就很訝異的看了 怎麼會這麼一下子就會下雨 可是不要忘了 這個城市它在原始的時候 它的設計的時候 並不是給這麼多人住的 所以相對來講 它現在排水的系統 它並沒有辦法承受這麼大的一個能力 而且從過去裡面來講 北京它就不是一個非常多雨的城市 所以它在整個的一個設計上面 它並不是為了能夠下這麼多的雨而設計的 所以這也是給我第一個就是說 真的是讀萬眷書行萬一路 我第一次知道說 原來淹水跟不淹水 實際上來講 不決定於下雨量的多寡 而是決定於下了多少 還有我這個地方 我準備讓它下多少 如果我的準備量是不夠的 那即使你只下一點點 它還是會淹水 以前我們在看到很多大陸的一些洪澇災害的新聞的時候 其實都是長江發達水 對 就長江水患 可是最近這幾年 你就會發現每一次只要到了夏天 碰到風雨必落 就很多城市 那很多網友他們都開玩笑說 AK組團去看海 就把那個積水變成海來看 這其實講了 也有一點心酸 就它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實際上這就大季界最大的困擾 到底這樣的一個現象 是一個自然周期的循環 是天氣太不正常了 還是城市的那個排水設計太不完善了 要怪誰 很想這兩個都有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最近的議題就是我們所謂的全球暖化 人為因素對氣候的干擾 對 那最近幾年呢 又剛好 所有東西都不對勁 那這兩個議題如果夾在一起 變成是一個很合理的懷疑 是因為這種全球暖化 造成這一種劇烈天氣的一個變化 可是這裡面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其實上科學界是還有一些爭論 可是至少有一件事情 我們大概可以確定 如果人為的因素真的能夠干擾到氣候 那麼它的確會使得我們氣候 產生極端的變化的機率會增加 這點是確定的 那也就是說現在只有一件事情要證明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產生這麼大的一個變化的一個幅度 這裡面一定有人為的因素 可是人為因素 是不是在這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還是它原本在這一段時間就會出現這麼大的一個劇烈變化 這是唯一不知道 但是對我們來講 對不起我們只有一件事情是絕對是對的 我們今天要面對的是極端氣候的變化 這件事情是對的 也就是說我們先面對問題 我們再回過頭來慢慢討論誰造成的 老師說到這個氣候像現在大陸火爐越來越多 從民國的時候只有三個 現在已經四個七個到九個 那這個火爐大家也在討論 是氣候讓這個城市變這麼熱 還是因為它變熱了之後 大家開空調 讓它變得更熱 如果我們用這個這樣的角度來看 什麼地方那個氣候會比較熱 那大概就是緯度30度 這個原本 原本就是它會熱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高壓下沉的位置 這個地方原本30度 所以30度地區實際上來講 是全球裡面沙漠區域最多的區域 不是在知道 這個也就30度附近 好 這是一個所謂的地理條件 對 那你有了地理條件 那你旁邊又不靠海 不靠江 那它原本溫度就會高 好 這些東西的一個高 那實際上來講 那就是地理條件造成的 可是現在不要忘了 我們現在看到 剛才主持人念的那幾個都會區 你會發覺都是都會區 好奇怪 而且還有人會超車 好 那這是什麼原因 就跟人 你居住的都市裡面 我們現在實際上 談了一個名詞叫都市效應 因為你那麼多人聚集在那裡 你把原本的土地 綠地改成了這種所謂不透水層 包括柏油路面 或者你的建築物 水泥 那這些東西都很吸熱 吸熱完了以後 他太陽下山以後 他會放熱 那他又死的都市區裡面的濕度下降 濕度下降 有利於加熱更有效率的發揮 所以我們會看到我們的火爐 從過去很少見的什麼福州這些 對不起 通通開始出來 這些都是一些人口聚集的一個區域 所以這一種高溫的出現 我們不能夠去排除 也就是說我們也不否認 它會跟我們都市的發展 是有很直接的相關的 它跟三峽大壩有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大家不斷地在檢討說 不管是洪澇災還是說 溫度變得特別特別熱火爐 變得很多 很多人就會把目標指指到 因為三峽大壩 南水北調 這這個是有道理的 但是就是說有道理 我的時候有道理 不是說他就是 就是說我們現在 你這麼說 我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證明不是 證明不是 但是他的確有這個可能 因為為什麼 大概我們可以確認一點 就是說三峽大壩 他讓整個河道改了 他又是這麼大的面積 那我們從一個原理上面來講 你會改變氣候的 除了大氣原本的條件之外 環境 跟你的環境 你的環境是什麼 植物的分布 跟水體的分布 它是有相關的 但是很顯然的 我們可以看到 他改到以後 柏陽湖的面積縮小了 那也就是說 植物區跟水的資源區 都已經改變了 那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確定 他一定會改變氣候 但是怎麼改變 可能我們需要一段時間 去驗證他 所以現在大概 被提的最多就是說 他的引起的旱災 而不是漏 不是漏 他是漢 那這個漢為什麼 因為其中 他們所舉出來一個理由 就是說 原本 長江當你還沒把它匯整 在一起的時候 他的水流經過的地方 他可以把水汽 帶到這些比較 內陸的區域裡面去 那既然我把這個 把它截斷了 那你就內陸地區 或在他鄰近地區 就沒有水氣來源 水氣來源 沒有 你要讓他下雨 那就有點難 也很難 那沒有水氣 那就乾旱 所以很直覺反應 乾旱就跟你有關 那因為你的乾旱 你的濕度下降 陽光照射加熱更有力 所以你就造成了高溫 所以你在邏輯推 他就覺得好像也對 可是是不是如此 那那個真的長江大壩 到現在只有短短的十來年 那實際上來講 對於一個氣候來講 他還算是很短 但是我們知道他一定改變 但是怎麼改變 還不是那麼的完全的被解釋出來 答案還需要經過科學的驗證 來證明它 廣告之後我們回來回答網友提問 氣候可以造就一座城市的繁榮 同樣它也可以摧毀一切的文明 而現在這個極端氣候讓很多人 可以說是越來越憂心 網友就問了 他說在氣候極端之下 農民力上的24個節氣 現在還準嗎老師 有些地方真的不準 大的面積大概是準大的範圍 因為我們不管做人為怎麼樣的改變 我們大概不會改變到 目前還沒有能力改變到大範圍的面積 所以大面積大範圍 基本上還可以 在大陸比較準 在台灣比較準 台灣現在好像感受不太到 那個24個節氣的差異了 是我們台灣這幾年的確不太像了 那回到那個問題來就是說 它可以改變局部的 但是大的範圍 可能還是準的 老師再來一個我們剛剛提到三峽大巴 那現在就是它弄了一個南水北調 那個南方的水 就是掉到了北方去 會對北方的氣候也產生影響嗎 當然 還是對南方的氣候產生影響 其實這要看它怎麼操作 因為南水北調基本上 是說如果你在滿足南方所有灌溉 在所有的需求用水之外 還有多的往北調 那南方保持原來的樣子 北方改進 這樣不是很好嗎 非常理想 如果是這樣 那萬一南方缺水 你還是北調呢 因為你會想說 這個反正這邊雖然只有八成 那那邊已經缺了太厲害了 我先掉三成過去 這邊也缺那邊也缺 就平衡一下 那大家都少 那多少了以後 剛好我們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說水會改變氣候 還有一個就是植物的分布 那如果你水調到北方 北方有很好的 如果你把它用在農業的方面的話 那它的農業區長起來了 那它也就會改變了當地有了植物 它也就改變了當地的氣候 所以這一種的南水北調就是說 要看你怎麼去運作 而來決定它會有怎麼樣的改變 那基本上如果它做得好的 實際上它都會讓我們的氣候 更適合於人的居住環境 那像青藏鐵路啊 三北防護林這種 也會影響到氣候嗎 是 還是他們受到氣候的影響 你這個問題問的 就真的有點深了 短期裡面 它種了以後 它會影響到氣候 它不就為了要攔截那個沙塵暴嗎 防止那個塵暴的發生 對 那個東西它就必須很慎重的選擇 它種的那個物種 因為你要讓這個東西要在那個地方生根 那你在沙漠區或在乾燥區 你要讓它生根 那也就是說你的根部要到去吸地下水 對 那如果這個東西呢 它吸的是地下水 然後它不要再往下 那它就能夠自己來長成那就好 那如果呢 你的地下根越來越吸得越來越深 那是不是把你的地下水用盡了 那你可能就有麻煩了 它反而造成負面的影響 對 讓它沙化更嚴重 所以在大陸他們有個沙漠所 他們就特別在慎選 在沙漠區在做這些紙批的這個過程裡面 到底用哪一些好 因為如果你用的好的 實際上在大陸的這個處理方式 它是有利於氣候的改良跟民生的需求 就打沙城暴 對 科技帶來的發展也證明了人類 人定可以升天 但是無限度的擴張也是要付出代價的 與其人定升天 其實現在應該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今天非常謝謝曾弘洋 曾老師 謝謝你的收看 明天繼續大有還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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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